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郭健文牧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出自旧约圣经诗篇八十篇第一至十九节 这篇诗的标题清楚说明是由阿萨所写的诗 它是李美族人被委任为歌唱奏乐的人的首领 由于这篇诗的内容是与阿萨的时代有一段距离 所以推断是他的后人或者是歌唱团队的集体创作 而以他的名字来明明 所采用的曲调也甚为特别 用的是维正的百合花 目的是向万军之耶和华恳求复兴以色列文 引领他们回转归向神 在诗篇的起手诗人发出极力的呼求 就是恨求行走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牧者 谁听他们的苦情 引他们的先祖阿巴拉罕以撒雅各 亦蒙神的牧养 自当时代直至今日仍保守看顾 将来亦必定这样做 主神又是坐在两个基督派之上的听他们的呼求 这个究竟是谁 请不要搞错 他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自有永有的 是至高真神 而诗中作的描述 他其身处位置就是昔日会幕中 在圣所之内的诗人座上 在那处神与人相会谈话 诗人渴靠神谁听 同向他的子民说话 这样是何等的逼切 在新药圣经 希伯来书也有这样记载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补助前 为了得连率蒙恩为作随时的帮助 藉着耶稣基督 属神的人令女得着满足 同与主更亲近 诗人期盼连率人的主张显大能 保护他所拯救和所爱的子民 就好像昔日在抗野 神在他们中间行走一样 引领他们前行 脱离各种危难 进到应许之地 并扶持他们成为一时无量的强国 却不要叫他们被人嘲笑蟹落 遭受浅踏略夺 灭国被老的惨犯 落在凄凉苦放的处境中 是何等的痛苦 诗篇四十二篇三节 曾有这样的记载 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 人不注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这里说 神给他的子民以眼泪当食物 其因由是 神厌烦他们的祷告 和假以前境 诗人又多次表达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念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求神发出人词和恋爱的光辉 好使以色列文回转归向神 专心单一的倚靠神 使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使人更破格大胆地求神回转 他这样说的 万君之神啊 求你回转 从天上谁看 眷顾者葡萄树 因为属神的子民 岂会有毫不顾色之理呢 因为属神的子民 神岂会有毫不顾色之理 神的应许 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相信 若能够有这样的坚持信靠 神岂会不准念光照属主的子民 岂会不随听他们的请求呢 因此 使人呼吁 神的子民啊 要回转 让神福兴我们软弱的生命 好成为主所用的器皿 彰显神荣耀的光辉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主耶稣基督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除你以外别无拯救 我们所经历的 乃是主叫我们 学习一心一意的跟从神 谦卑信服跟从神的旨意 作主忠心良善的仆人事内 求主又保守我们众人的心 吴兴汉事奉和生命见证 好在每天都为主而活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祷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